07年 剑桥大学 汉学系的一位老教授 汉学家 我06年去访问伦敦 那是我第二次 我就访问剑桥 访问伦敦大学 第一次去的时候 看过牛津大学 我跟汉学系同学们上过课 跟他们同学 这个老教授 做过交流 像这些同学们说 这同学们我佩服 他们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能看中国的文英文 不能不佩服 拉着佛经写波斯论文 有一个同学 告诉我 他用无量寿经写波斯论文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本子 无量寿经有九种不同版本 我说你用哪一个 他用夏莲局的汇集文 就是我们用这本子 不容易啊 用孟子 用隋唐的文学家 他们的这个著作 写论文 我说你们可以拉到波斯论文 可以将来在欧洲也做个名教授 著名的汉学家 可是我说你们一生 依旧会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 他们大家都想起来了 我说你们不能跟我相比 不可能像我这么自在这么快乐 什么原因呢 我说你们所选的汉学 内容包括的乳学 道学 佛学 这外国人的字 是从从这边往这边读吗 你看佛学 道学 道学 辱学 我说我学的给你们颠导 我说我们中国人从这边念 那我从这边念呢 就是学乳 学佛 学道 哦 这就不一样了 乳学 道学 佛学 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 你自己得不到受用啊 那学乳 学道那不一样了 学乳要学孔子 像不像孔子 学佛要像释迦摩尼佛 学道要像老庄 那你真学得很像 你就得大自在了 你看父子 能于头一句 学而实习 只不亦悦 他的生活快乐 生活幸福啊 这个快乐幸福从哪来的 从学习当中带来的 他把他所学的东西 全落实到生活上 习就是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带人节目 活血活用 才快乐无比啊 感谢观看